我们可以开始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积税国小学童 在巴西交换学生的指导下 开心制作巴西巧克力球 今年暑假碍于疫情 亲子出国旅游三位解禁 新北市首推国际游学主题营 让学生不用出国 也能体验各国文化 另外也规划1300梯子的娱乐营队 要让新北市的国中小学生 可以欢迎一个既安全快乐 又能多元学习的暑假 暑假我们有1300个营队 可以让三万个国中小同学们 参加我们新北市 一起放暑假意乐营 让孩子们可以开开心心 在我们的意乐营 学习国际语言跟文化 一起让我们跟国际接轨 这场宣传记者会 是否特别选在 基优技职学校古堡家商举行 侯友宜在学生的带领下 体验非洲雷鬼变的编织技巧 虽然过程复杂 但侯友宜认为 五颜六色的变子 看起来很有精神 也很卫生 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长变子 所以摸了同学那个变子 要把那个变子绑起来 真的很不容易 左边要揉一揉 右边揉一揉 还要交叉 我很喜欢 而且五颜六色 看起来非常有精神 还有更卫生 为了孩子的安全 侯友宜特别交代市府团队 持续落实三级防护 及健康五原则 保持社交距离 让孩子能安心愉快地参加 新形态安全娱乐营 达到放假不停学 防疫不松懈的目标 记者龙虹采访 V Amanda 好